年前擺個躺椅 旁邊還看得到喝完的酒瓶 露台空間極度寬敞 但仔細一看這棟透天別墅 居然位在大樓的屋頂上 黑色的透天錯就這樣 蓋在七層樓的屋頂上頭 而且屋主大有來頭 現在是一人王大陸的家 而前一首屋主是一代妖姬 崔台精 滿滿的大平台 名人住家真的有滿滿的大平台 這裡就位在台北市大安區的名人巷 附近大多是像這樣四十多年的老房子 傳出王大陸和他父親王臺慶 三年前合資約一點三億元 買下這棟樓中樓 不過這樣的物件合法嗎 專家表示合不合法的關鍵是在當初 崔台精和建商簽了一份 分管契約 因為一般來說頂樓是屬於共用部分 原則上開放給所有住戶使用 但是如果公寓大廈規約 或是分管契約當中規定為專用 就不在此線 像我們常見的一樓的花園戶或是露台戶 那這個就叫做約定專用 那約定共用的部分則是剛好相反 他指的就是可能在社區內 有某一項專有部分 然後透過上述的方式來約定給全體住戶使用 像是我們比較常見的警衛室啊 一樓七樓都是屬於這樣的情形 老屋樓頂長出透天 加上有名人居住加持 居民們見怪不怪 特殊街景引發網友熱議 也再度成為討論話題 三連線孫寬 李孟山 台北報導